誰會來穿穿 當步步落下 這個熟悉又充滿真摯情感的好聲音 你沒有看錯 他是小霞 黃岐山 二十年前就曾來過台灣尋夢 發片的過程卻幾經曲折 如今他終於回來了 你能想像一個如此愛音樂的人 能一天不歌唱嗎 黃岐山卻有將近十年的時間 離開舞台 走過人生低谷 幸虧有信仰給了他力量 解決最大的一個事情就是這個名利 我說為什麼你給我這個天賦 你為什麼不給我 跟這個天賦同等的一個待遇 我說為什麼沒有這個結果 上帝就一直不回答 摩西走曠野四十年 黃岐山的回家之路 走了整整一半的時間 在這二十年裡 上帝擴展他的世界 當他踏上我是歌手的舞台時 他已經準備好了 這十年當中 我離開歌壇 我去打網球 我去讀神學院 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我願意順服 我回頭再看我的過去 所以我是覺得他真的太愛我 後來發現歌唱是讚美 歌唱是他賜給我 要去讚美他的手段 唯一的途徑 小霞正是黃岐山的本名 新專輯選用這個名字是回歸初中 更是回到那個等待他許久的 天賦的家 我一定會發現神與你同在的那一個事實 小霞唱片呈現的時候 當時我的想法就是 我必須回 回去 回去 要回到最初去 溫暖的笑容 來自走過流淚谷的豁達 他唱的每一段旋律 都有從上帝而來的祝福 記者陳韻竹 詹音村台北報導 請看